隐心怜青霞睽違三年终于又回到台湾 17号难得现身主宝品牌活动 68岁的她美丽依旧 一举一动都引起现场惊呼 而今年7月她位于香港的42亿豪宅 发生严重火灾事件 近日出席活动她谢绝媒体采访 在台上开心与主持人交个互动 巨星的风范完全藏不住 阿娇 你好两宅哦 我很帅两宅两宅 多谢多谢多谢 哇谢谢姐姐 青霞姐有没有特别喜欢左脸或右脸的位置 没问题 360度 真的假的 那我们就背面来受访了 别闹了啦 在您发表那天得奖感言的微博 我看到了一个重点 就是您还在用iPhone 13 没有换14 特别淳朴 我现在换了耶 对不起 没想到才不到半个月的时间 你已经换新的手机了 昨天去主面是怎么回事 昨天我中午去一家那个小吃店 我是我最喜欢吃的小吃店 每次来都要去 看见他们那么脚踏实地做了几十年 还是这么好吃 所以我就有个冲动去跟他们一起 您真的就去煮面了 是啊 自己的面自己煮 是啊 我觉得我对大家 呃 惨 就是说表现的那个亲和力 大家开心的 最开心的其实我自己 那我想问一下品牌的精神 您有没有从当中得到一些灵感 或者是感触 戴上卡帖 本身优雅 会感觉更加的优雅 哇 这个 我刚好 没有 开玩笑 开玩笑 对不起 对不起 我是在开玩笑的了 不不不 太久没演戏了 对对对 趁机演戏 我刚刚腿都软了 我觉得我好像站在舞台剧的那个现场的台上 看到近距离的暗恋桃花园的感觉 所以为什么那么久不演戏了 是还没有遇到好的剧本还是什么原因 哎呀 那个 您刚刚是在撒娇吗 我有点不太习惯 一个剧星跟我哎呀 哎呀 不好意思被你看出来 没事我特别开心 特别舒麻 这个人生嘛 要有很多个阶段 是是 我已经拍了二十几 二十几年戏了 我想 希望有个转变 就四十岁的时候 我都结婚了 是 五十岁我开始写作 言下之意是未来 没有想要考虑任何付出的机会吗 没有考虑 那有没有考虑做点别的 比如说你要不要唱跨年 唱什么 跨年晚会啊 跨年啊 来台北看101烟火啊 来台北看烟火是可以 我唱啊 唱是不行 可以啦 对水就好了嘛 还是今天唱两句呢 请请我的爱 请你看我身旁 哎呀 我的声音太低了是不是 我的可以跟你不一样 您自己起一个 我不要 我不要 我求你了吗 再一次 No thank you 我有个小小的愿望 想到那个巴黎街头 帮人家画人像 为什么特别是巴黎 您现在要不要先让我们先闻香一下 我很想 但是 但是我怕人家笑我 我们还是算了 不准笑啊 不准笑啊 江生儿 来自在大家口 江生儿来自在大街口 谢谢 还帮我们解释一下这个词译 谢谢姐姐 您的那个气势非凡啊 吓死我了 能听到青霞姐开金口 大家真是赚到啦